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呼吸的种类很多 有慢吸慢呼 快吸快呼 快吸慢呼等等 这主要是根据音乐的不同需要来选择不同的呼吸方法 先讲吸气 吸气应该是至下而上的吸气 也就是在做深吸气的时候 注意气流的纵向和横向的扩展 先往下吸 吸到一定程度再往两侧 使腰部扩张 最后胸腔自然打开 这样你会感觉腹部 腰部 胸部 肋骨都充回扩张 气息的很多 以吸慢为标准 如何吸的多 有一个练习验可以去做一下 双脚 双脚插开 双手插了腰 插了腰的目的主要是体温气流的走向 腰弯上去 弯上90度 像这样 在吸之前 把气吐出去 吸的时候 动作慢一些 吸的慢一些 吸的深一些 吸气 这个动作可以帮助你吸更多的气 这是吸气 再讲呼气 也就是如何往外吹 简单地说 就是要有控制的往外吹 当你在吹奏的时候 腹部 腰部要用力把气控制住 应随着气流的减少 足够的往里收 在收的过程中 也要有所控制 前面我做一下吸气和呼气的全过程 我做一次 吸气的时候 正面放着手 侧面放着手 你可以感觉一下气流的走向 好 刚才我在做呼气的时候 我用圈头翘大肚子 我只想提醒一下 就是在往里收的过程中 这个腹部也要用力把气控制住 不要放松 那么在这个整个的呼吸过程中 常出现有两种毛病 一个就是吸气 吸气太前 气吸不进去 胸是呼吸 这样的 一说吸气就是 这个现象非常普遍 我接触过很多学生 好多学生都这么去吹 这样吸气 这样吸气吹走的结果 必然是上气不接下气 而且很容易产生疲劳 这是需要改进的 第二点就是在呼气的过程中 腹部 腰部对气缺乏控制 一吹 肚子就放松 肚子没劲 很快地往里扁 这样吹走的结果 必然造成胸部的紧张 使声音变得很紧 所以有些同学的声音 偏紧 偏细 高音吃力 音色不好听 等等好多原因 往往和呼吸方法不当 有直接的关系